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狮子的话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会想到凶猛 它们的攻击力特别的强 奔跑速度特别快 只要是被盯上的猎物 就会义无反顾的追到 我们人类在它们面前就如同蚂蚁 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知道狮子也有非常温柔的一面吗 外国有一位男子将狮子养大 分别八年后去看望狮子 镜头拍下了非常感人的一幕 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国外一位男子在外出游玩的时候 看到了一只受伤奄奄奄一息的小狮子 男子觉得小狮子特别的可怜 就心软让它带回了自己的家 像是养宠物猫一样 特别细心地照顾小狮子 给它最好的食物 每天都会和它做游戏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这只小狮子越来越大 李李金也越来越害怕 特别希望这位男子将狮子放回大自然 或者是送到动物园里 面对这样的情况 男子就决定将狮子送到附近的野生动物园里 争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位男子没有与狮子见一次面 直到八年以后 这位男子来到动物园里面看望狮子 狮子看到之后 就立即放下了自己口中的食物 跑到了男子的身边 抱起了男子 场面异常的温馨 镜头记录了一切 对